我们可以下来了 家属一一下车神情哀戚 在地震中最后失联的丁家五口亲友 再次前往殡仪馆配合检方看宴 包含慈激基金会在内各宗教单位 轮班持续为往生者诵经助念 行政院长赖清德也特地前来 向罹难者念香致意 我代表蔡英文总统亲自前来 祭拜的现场表达爱道之意 后续的赈灾跟重建工程 要面临的事情还有很多 目前赈灾重建的专案小组已经成立 担心天气影响 工作人员正如火如荼组装棚架 12号中午县府将举办联合追尸公祭 因应往生者不同宗教信仰 灵堂内也将采用五教合一的方式 希望在神神佛号及祝祷生下 让家属早日走出伤痛 大爱新闻花莲综合报导